看到连续动涨两个礼拜的油价 恐怕在明天半夜以后呢 又要涨价了 不过呢 中游这一回可是破天荒 可能要分区来调价 在非灾区的地方 可能会调涨五毛钱 而在灾区可能会调降一块板 车辆进进出出 忙着加油 不过再过几天 付钱时问涨的心 恐怕要低血了 因为连续两个礼拜 动涨的油价 可能又要调涨 但是灾区油价不申反降 觉得该降吗 该啊 他们是灾民 对啊 所以还蛮可怜的 所以降价也是应该 这样啊 一定要这样的啊 因为他们是灾民 就是需要人家多一点关怀 目前近三十个灾区加油站 汽油美工车 渴望调降两块到两块五 而汽油也渴望调降一到一块五 不过除了灾区之外 恐怕久没那么好了 钱也不好赚啊 对啊 所以说不要涨比较好 就是油价浮动应该 快一点吧 就是不要人家都已经降了 我们有时候还在涨 虽然民众希望好不容易 看起来似乎不太会跳的油价 不要再涨了 不过中油内部正式评估 这个礼拜六可能会恢复油价浮动 但是只反映一半涨幅 估计汽油每公升将调高0.4块钱 柴油调涨0.5块钱 因为不堪亏损 中油决定再涨价 但是眼见灾情严重 也准备头一次实施差别油价 希望民众能共体时间 昨天新闻张品红刘云秀 台北报道